中央第十列山系 首座山叫首阳山 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没有花草树木 在往西五十里 湖尾山树木多是花椒树 居树到处有风石 山南有丰富的黄金 山北有丰富的铁 在往西南五十里 繁卉山树木多是油树和丑树 草多是桃枝 沟端之类的小竹丛 在往西南二十里 永石山没有花草树木 有丰富的白银到处流水 在往西二十里 富州山树木多是檀树 山南面有丰富的黄金 山中有一种禽鸟 像一般的猫头鹰 却长着一只爪子和猪一样的尾巴 名称是其种 在哪个国家出现 哪个国家就会发生大瘟疫 在往西三十里 楚山树木多是寄生树 花椒树 居树和蔗树 还有大量的恶土 在往西二十里 又圆山 山南面有丰富的青沃 山北面有丰富的铁 其鸟多是八个 在往西五十里 桌山树木多是构树 榨树 丑树 山南盛产福育 在往西七十里 丙山树木多是紫树 檀树 神丑树 总计守阳山山系之首尾 自守阳山起到丙山直 共九座山 二百六十七里 珠山山神的形貌都是龙的身子 而人的面孔 祭祀山神 在茅雾中用一只攻击陷阱后埋入地下 四神的米用五种粮米 赌山 是珠山的宗主 祭祀这个山神 用珠 羊二生做祭品 尽献美酒来祭祀 在玉器中用一块玉壁 四神后埋入地下 龟山 是珠山的首领 祭祀龟山山神要尽献美酒 用珠 牛 羊祺拳的三生做祭品 让女巫师和男助师二人一起跳舞 在玉器中用一块玉壁来祭祀 一块玉壁来祭祀